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是我想念食物的课程 那我是小百合老师 我负责的是刑法分则的部分 搭配的讲义跟用书呢 用书是这一本 我想念刑法分则食物 然后今天的课程呢 有发一些补充资料 那这些补充资料啊 就是针对这本书出版之后 所新增的一些食物见解 或者是说 近期老师们有关注的议题 然后搭配去年的考题 做一些说明 所以这个补充资料啊 其实如果说 只有买书的同学 就没有上课程 只有买书的同学 没有补充资料的话 其实差异也不会太大 因为呢 主要食物见解 其实书本都有收录了 那这一本书呢 是在去年年底 就是2019年年底所出版的 所以今年2020年之后 所新增的食物见解 还有一些争议啊 以及考题啊 自然就没有办法收录在里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课程主要的重心 好 那在课程进入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一本书的编排方式 还有使用方法 那这一本书呢 因为是刑法分则 所以总则部分自然就不会在里面 那分则部分呢 如果说学习过刑法 或者是没有也没关系 刑法分则的架构呢 它跟总则稍微的不太一样 总则的话 原则上就是在学习三节理论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刑法论的 一些其他的问题在里面 那至于分则呢 它原则上它不是按照这个三节 去做主题式的说明 而是依照每一个不同的犯罪类型 去做分类 那在分类上呢 我们可以边翻开书籍 好 书的我们可以先翻到目录的地方 那目录的地方呢 我在编排上把这本书分成四个部分 也就是ABCD A跟B都是个人法译 那C跟D呢 是社会法译 C是社会 然后D是国家 那其中呢 A跟B啊 分别虽然都是个人法译 不过呢 A主要着重在个人的专属法译 好像是生命身体 书怎么写 生命身体跟自由名誉 然后呢 B这个个人法译 二部分呢 则是着重在财产 然后C是社会 D是国家 所以当你要查阅一个条文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用这个大方向去翻找 会比较快 好 然后在这个各个条文里面啊 原则上接下来的顺序 就是依照调号顺序 好 所以当你想到 比如说我想到放火罪 那放火的话是属于社会法译 所以我就从C这个部分去翻 翻到173条 那它就是放火罪 所以在查找上的使用方式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目录去做查找 那不过目录 光是目录就蛮多页 所以你可能也要翻一小阵子 好 这个是分这个书本的编排方式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ABCD这四个大分类之下 我又把整个刑法分择的法义 再细分为十种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目录的部分 第一个是个人法义的生命身体 那第二个呢是个人法义的自由名誉 第三个呢是个人法义的财产 那财产的部分因为它的条文非常的多 所以我分成三大类 就是财产的话就占了第三点第四点跟第五点 好 那这个我们有讲到再说就可以了 那社会法义呢也是分了好几个 包括公共安全 公共信用跟善良风俗 那最后呢是国家法义的部分 就是第九跟第十 公务员信赖 公权力信赖 以及司法权信赖 所以总共呢刑法分择就是分成这十大类 那快速查找的大分类就是刚刚讲的ABCD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 呃里面的部分 好 以生命法义为例啊 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A2 好 生命法义这个部分 生命身体就是依照它的法义 还有它的罪章 罪章就是分择条文的那些 呃法条编排的罪章去做分类 我们看A2这一页 生命身体法义就分成了生命法义跟身体法义 那身体法义对应到的就是伤害罪章 就是277条以下 生命法义呢 依照我们的刑法点又分成了杀人罪章 遗弃罪章跟堕胎罪章 所以用罪章去分又有这三个罪章 那每个罪章里面都有很多个条文需要去介绍 那怎么去选择它的优先顺序呢 原则上我会优先介绍最具代表性的条文 也就是它是最经典的 最典型的 要见最简单的 以杀人罪章为例呢 它的代表条文就是271条杀人罪 那其他各种变化的杀人 我就放在271条的后面去做介绍 那有些罪章可能寸不出这样子代表性的条文 那那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择那一个罪章在刑法点里面 排序第一条的那个法条作为优先介绍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A4这一页 好 以杀人罪章为例 第一项的叫做基本犯罪 我就选的是271条 然后其他以外的呢 我就把它们都称为变体犯罪 并且帮每一个犯罪都尽量取一个名字 可能是这个犯罪本身原本的罪名 也有可能是分类类型化给它的一个标题 帮助大家去做理解 以便把这个变体犯罪跟基本犯罪去做比较 比如说杀人罪的基本犯罪271 而变体犯罪第一条 我放的是依照法条顺序 接下来就是272 那它的差别跟271条的差别在于 是对直系写清尊亲属为之 因此我就把这个特点放为标题 那这个是如果你在学习上要做比较的话呢 就先从基本犯罪去做学习 其他的变体犯罪再去用对照的方式 看看它跟基本犯罪有什么差别 可能是构成要件上的差别 可能是保护法义有些微差别 手段的差别 或者是罪责轻重的差别 行为太阳的差别等等的 这些呢你在每一个罪章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比较的方式 来学习各个条文的不同 因为分则的条文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们要有系统的去做学习 那我这边提出来的学习方式就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呢 因为这一本书是一本实物见解的整理书籍 那实物见解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你想想光是地方法院它每一年就有上千则 可以说是数千则的判决 那每一个判决就可能会有一个见解的产生 只是说这数个见解之间可能有一些是共同的 有一些是相近相同的 那但是每一则判决其实就是一个见解的意思 在这么多个见解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 每一则判决去做学习 所以呢 在学习上啊 我们会挑出具有代表性的 常常被拿来引用的 或者是这个见解被维持很久的 也就是实物的向来见解 实物的固定见解 还有在考场上常被考出的 学者们常常讨论的 文章曾经写到的 这些都是被选编为这一本书里面见解的标准 所以会放进去这本书的见解呢 某个程度它一定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或者是呢 它这个见解被维持了很久 或者是呢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很经典的见解才会被放在里面 基本上这一本书里面见解啊 除非呢 后续又有新的见解去做推翻 否则呢 原则上是不太会再做更动 好 这个是书本的部分 好 那除了见解之外呢 如果说有一些重要争议啊 我也会尽量把它放进去 所以不只是实物见解 还会有一些学说 以及争议的整理跟比较 可以放在里面 大家一起在学习各个条文的时候做参考 好 这个是书本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实物见解 因为这本书是以实物见解作为基础去做编排的嘛 所以绝大部分可以说 80%都是由实物见解去做堆积的 那实物见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 刚才有提到 就是最近的 不是最近 就是向来实物上所关注的话题 或者是呢 学者们文章讨论到的考题有考到的 所以那一个事件 那一个案例 那一个见解才会被大家注意到 那实物见解啊 有这么多 我们要怎么去记忆它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实物见解的种类好了 实物见解的种类呢 首先就是有各级法院的判决 这是第一类实物见解的来源 那第二个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决议 比如说第几年第几次 新庭总会决议 或是最高法院决议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 跟权威性的叫做大法官解释 接下来呢 讲到大法官就想要一个相似的 叫做大法庭 大法庭裁定 那这个裁定的制度呢 大法庭裁定制度呢 基本上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才开始运作的 所以它的裁定的见解的数量还不多 不多就代表说 每一则只要跟刑法实体法相关的 就是需要我们去做注意的 因为它数量不多嘛 所以一做出来就容易被大家关注到 那我们当然也需要做对应的关注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法律问题座谈 以及最后一个是 最近这几年被大家注意到的 叫做最高法院具有参考价值之裁判 叫做最高法院具有参考价值的 比较简单 比较不需要做说明的部分开始讲好了 首先呢 第一个要讲的是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呢 打一个信号 代表的是 如果刑法实体法里面有涉及大法官解释的话 请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号记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大法官解释的数量相较于其他 其实也是有限的 其实现在就几百则而已 那其中呢 跟刑法实体法真的直接相关的 不是说其他特别刑法 就是我们实体法 刑法点这个法点本身 相关的大法官解释呢 其实又更有限了 就是一定范围的 再加上呢 大法官解释其实是具有拘束力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当你某一个条文呢 不管是种子还是分子 它有涉及到大法官解释的话 一定要把那个字号记下来 为什么要把字号记下来呢 因为字号是阿博数字 当你在考试的时候 尤其是深论题或实例题 需要收写的这个题型的部分 你写出阿博数字的时候 它相较于国字很快的跳出来 被批改考卷的老师看到 所以写出来绝对是有加分的 当然除了记这个字号之外 它的内容你也要知道 不能只知道号码 这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第一个大法官解释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也是比较不太需要介绍的部分 叫做法律问题座谈 那法律问题座谈呢 原则上它是没有拘束力的 你就想想看是一群实物见解 一群法官 可能是高等法院 有可能是最高法院 通常都是高等法院 一群法官呢 他们最近在处理案件 然后发生 发现有一些疑问 试验上的疑问 所以就想要找其他的同事来讨论一下 说你觉得这个看法如何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啊 一种座谈会的感觉 就是座谈会 因此呢 就是他们一起来讨论法律意见 有提出各个不同的见解 比如说A法官参与这个座谈会的时候 他表示怎么样 B法官表示怎么样 所以这个座谈啊 就是一个谈话性质 那大家谈一谈就说 哦 那我们可能这样做比较好 可是其实没有绝对的拘束力 那这个座谈会 为什么还是要把它列进来 成为实物见解的一部分呢 代表着 座谈会里面 之所以会被拿出来讨论 就代表这个问题 有某个程度上的争议性 好 可能A见解也有部分的人采取 B见解也有部分人采取 不是一个绝对性的答案 如果有绝对答案的话 它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嘛 那座谈会我们一方面 可以知道问题意识在哪里 或者是最近实物见解 或者是以往实物见解 曾经关注过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问题意识 同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问题 在讨论上曾经出现哪些想法 有哪一些思考上的可能性 当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 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观点去做切入 我们可以从A见解的观点切入 可以从B见解的观点切入 或是我们在讨论上可以提出说 有这样子的想法有那样子的想法 最后你再决定你要采取哪一个想法 这样就会让你的答题变得非常有内容 而不是只有一种看法 所以法律问题座谈呢 虽然没有太大的拘束力 但是呢 问题的意识 还有相关可能的见解 也是值得大家去做了解的 那他的字号呢 相较于大法官解释就是完全不需要记 不要浪费你的脑容量去记这个 那接下来讲最后一个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啊 最高法院因为没有要采取判例制度了 所以相较之下呢 他们就觉得 可是还是要有一些东西来做参考啊 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写得很好 这个见解很棒 所以呢就跑出了这个新东西 叫做具有参考价值的裁判 那他还是只是一个裁判 所以他本质上也是从这里来的 从各级法院里面的裁判 当然只有最高法院啦 最高法院的裁判里面 选一些出来 然后说这个很有参考价值哦 但是没有拘束力 只是说他写得很棒 你可以学习 你可以看一看 那这个参考价值裁判 我们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他是每一个月选出来的 不过呢像现在是今天8月1号嘛 现在8月了 他不会立刻选出8月的 他会隔了两三个月之后才选出8月 因为他需要时间 所以呢这个具有参考价值裁判呢 虽然说会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落差 但是他总是近期最高法院所关注的问题 或是最高法院觉得这个见解很棒的见解 不只对于这些实务上的法官来说有参考价值 对于考生来说呢也是有参考价值 代表着实务界最近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他觉得什么见解是现在来说是很棒的 没有不合时宜的问题 所以这个裁判呢也是可以大家去做留意的 那书上还有今天的补充讲义啊 如果有适合的话呢也会帮大家补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第一个 各级法院裁判 各级法院就是包含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 所以他的裁判数量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 不过呢基于这个参考价值啊 通常还是最高法院相较之下 比这个高等法院还有地方法院更具有参考的价值 因为他可以一直这样一路上去都被维持住 或者是最高法院很主动的表态说 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 所以他一定是更有参考价值的 因此我们在看书本或者是其他参考书啊 教科书啊所引用的判决呢 绝大部分都是最高法院台上字 好道理就是这样来的 那但是因为裁判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在以前有个东西叫做判例 那这个判例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判例制度啊是 没记住说应该是16年17年间开始有这个制度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96年 这中间都有去做选边 好也就是只有这个期间会做选边 所以当你看到他的字号是 比如说100年台上字什么什么 这个就绝对不会是判例 因为他不在这个区间 好之后的呢都没有判例了 判例只会出现在这个区间去做选边 而这个制度呢在去年就被废止了 因为法院组织法修法的关系把它废止掉了 好现在开始也不会有判例了 那为什么这个16年17年间要做选边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好因为那个时候有历史的因素 就是政府刚拨迁来台啊 然后时局非常的混乱 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制定刑法 这个时候呢他们食物家们 就想要借助食物见解 把它抽意出来 好比如说一则见解这么长 其中这一段话讲得很好 这个问题就是要这样处理 把它抽意出来 当成是一个之后遇到这类问题的处理准则 某个程度上呢来代替法律 好所以是有它的时空背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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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